男人将一具死了三天的尸体送来医院 谎称是自己的父亲让医生进行抢救 只要救活父亲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 医生立马让护士将尸体推进去 然后让男人赶紧去交钱 当医生检查尸体时 发现人已经凉透了 但在他们眼里 只要家属口袋还有钱尸体都是活的 黑心主任仍然坚持要为死人做手术 因为来到这里 不管是死是活都要赚他一笔 而刚才那个小伙一看就是个大孝子 所以这是他们掏空家属钱财的好机会 随后医生假装很着急出来通知家属 谎称病人现在生命危在旦夕 叫他抓紧时间按照清单上去买药 于是男人来到指定药店 又花了半年工资买了两大袋药 他把两袋药交给了护士后 想进去看看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结果护士一打扰医生工作 唯有直接拒绝 他们知道一旦家属发现病人死后就会停止训练 然后转头就把要完好无损的送回了药店 离开前还叫老板记录好他的佣金 这钱来的简直比银行硬的还快 为了不让家属起疑心 医生和护士开始装模作样来回忙碌起来 看似救人新气 实则在里面玩手机聊天 不久后医生紧张地走出来告诉家属 病人的病情开始恶化 必须马上请华佗来进行手术 否则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叫他再去交88万8手术费 男人说刚才不是付了50万手术费了吗 医生却说请华佗来需要额外付费 没办法 于是来到收银台 又交了88万8巨款 半个小时后 一个表情严肃的专家走了过来 假装急匆匆地走进手术室 当他来到手术室发现尸体都已经发臭了 他们知道这些演不了多久了 经过一番商量他们决定今晚收网 在收网之前他们还得假装来回忙去 从每个娴熟的表情以及动作 可以看出他们演戏的经验 比做医生的经验还要专业 而男人则在收银台交着各种检查费用 直到男人把300多万的积蓄全都搭进去 医生才遗憾地走出来告诉他 病人抢救无效已经去世 要是能早一点送过来抢救就好了 男人说自己再去借点钱 恳求医生再救救病人 医生以为这个男人疯了 人都死了还怎么救 这时男人开始急养 说你们医院不是可以给死人借阳寿吗 我送来的时候都死了三天了 坟头草都长一米多高了 你们还在里面忙碌了八个多小时 然后男子拿出尸体的死亡证明 这两个损种瞬间就闷了 死亡证明还是同一间医院开出来的 男人愤怒地指责他们说 是不是只要我卡里一直有钱 尸体就一直有被救活的希望 你不牛逼吗 来 借点阳寿给我看看 大孙众看到情况不对 赶紧将死亡证明抢走吞进肚子 但男人一点也不慌 又拿出一份说 吃吧 你就像吃自主餐一样吃吧 你想吃巧克力味的都给你弄过来 这时财务部还有账单拿过来 说交了这三十万才能把尸体领走 殊不知一旁的家属 把这一幕用手机全部录了下来 如果这是被曝光不拉去 枪壁都要牢底坐穿 孙众还想抢手机 男人的目的是将这家医院彻底关闭 带着感冒的牛来看病 而医生问都没问 就开出了各种检查 没办法 为了安全起见 只能听从医生的意见 但在检查室 男人亲眼目睹了医院黑暗的遗物 孕妇本可以自然分泌 但为了赚取更多的手术费 必须要剖付产 当她丈夫凑过手术费交完钱时 财务才告诉她 妻子昨晚男产已经死了 男人听到心都碎了 早上还让她去凑钱 昨晚去世的到现在才告诉她 甚至连妻子的最后一面都没看到 但财务却说 如果昨晚告诉你结果 你今天就不会支付 剩下的医疗费用了 听到这话 男人是多么的绝望与无众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男人看在眼里 因此男人找到一个 被这家医院依死的尸体 来清理这家黑心医院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医院的老板怕事情闹大 亲自来接待 男人要求老板赔偿死者家属 五个小目标 还有自己在医院花的 380万零七十五块 一分不少的还回来 否则他将此时曝光公开于众 这时老板是一手下干掉他 结果被男人挡下 直接就是一炮 然后反手将另一个按下 直接就是一招大理金刚 老板当场傻眼 就连文良言仇两人大将 都不是他的对手 心想这个男人 绝对是被印度封神的阿三哥 老板只能认从选择乖乖付钱 但三哥拿到钱的时候 只拿走了他花的钱 其他一分钱 也没有把五个小目标的支票 全部给死者的家属 那就是正义的化身 那就是为人民除害的光明使者 但三哥并没有打算放过这家医院 转身把医院欺诈变得丑恶嘴脸 曝光在网上 消息一出 以前被坑惨的人肯定不高兴 见到医院老板纷纷拥上去 拳头轮冒烟 最终老板被活活打死在医院门口 知道大尔是怎么叫的吗 但 院长的老爸听到儿子的死讯 连夜从迪拜飞回来 他老爸可不是一般的人了 他可是印度数一数二的罪友反派 老厉害了 发射抓杀他儿子的人回来电视地 随后让手下调监控找人 但是监控画面一出来 他彻底慌了 明明这个人五年前是他亲手杀死的 怎么又突然复活了呢 他到底是人还是神